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李维仪 跟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中午的收市情况 见到内地股市是个别发展上证织合指数 中午收报3231点跌34点 深证成分指数中午收报11563点跌71点 湖深300指数中午收报3988点跌38点 创业版指数中午收报2381点升10点 看看港股这边 见到恒指上早的走势比较反复 曾经试过跌超过300点 一度试过倒升 最终半日跌100点 中午收报19815点 国企指数中午收报6726点跌68点 科技指数中午收报4151点跌73点 大股市成监半日有752亿 跟大家跟随着一些焦点板块和股份 首先看业绩股 首先是美团 上星期五出了业绩 见到集团公布去年收入大概是2200亿元人民币 按年升到2.3%左右 亏损收窄到67亿元 略盛预期 而上年同期是蚀235亿元 每股亏损是0.9% 不派息 而去年第四季收入大概是601亿元 按年增加了21亿元 经调整的日利是8.3亿元 流亏为盈 都比预期好 另外 腾讯控股也公布了 以实物分派美团股份的方式 派付中期股息 已经在上星期五 派发了美团B类的普通股 紧随着实物分派完成后 根据美团在2月28日 已发行股份的总数计算 在美团的持股比例 按一股一票的基准 将会减少到1.7% 见到美团今天股价低开 半日要跌超过4% 半日收报134.1% 实际上低下130.6% 另一个是小米 见到小米公布去年 股东应佔日理 大概25亿元人民币 按年跌了8.7% 每股基本盈利是1毫子 不派没其息 受到去年智能手机出货量 大减2成 去到近近1.51亿部拖累 加上该业务无利率跌 小米在去年经调整的正利润 按年大跌6.1% 去到85亿元人民币 仍略胜过预期 去年智能电动汽车等 创新的业务 费用31亿元 单计第4季度 经调整正利润15亿元 按年跌6.7% 小米今早是低开 半日要跌3% 半日收报12.06% 另外看中国神话 神话也公布 至去年12月底指年度盈利 是730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4.2% 每股盈利3.7%左右 派末期息2.55% 期内收入3,445亿元 按年升到2.65% 神话去年盈利虽然增加近4.2% 但股价显示售额半日跌3.5% 半日收报24.6% 另外看卖者1.171 演抗能源 即后股价做好 集团公布 直到去年12月底指年度盈利 是304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了8成左右 每股盈利是6.15% 派发期股息和特别股息合共是4.3% 每10股送红股 5股 期内销售收入1,546亿元 按年升了4.2% 不单派这个特别股息 同时更加送红股股价 逆市抽升 见到演抗半日升近9% 半日收报25元 另外看中石化 中石化公布 直到去年12月31日指年度顺利 大概663亿人民币 跌了6.9% 每股盈利是54.8分 派末期股息 每股19.5分 全年股息总额是35.5分 集团表示收入大概3.32亿人民币 升了2.1% 而扣除非经常性选益之后的 淨利润是572亿人民币 跌了2.1% 去年底资产负债率是5.2% 另外公布建议向控股股东 向中国石化集团发行 大概22.39亿股新A股 毛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20亿人民币 而中石化今天股价帝 大贺产负半日要跌3.2% 半日收报4.54 另外看看是指金抗业 指金抗业也公布 直到去年12月30日子的年度 顺利大概200亿人民币升2.8% 每股顺利是76分 派末期股息每股20分 而集团也指出 收入大概是278亿元升2.0% 扣除非经常性选益的顺利是195亿 升3.3% 全年的抗产和抗产金、抗产薪和抗产银 分别同比增长了4.9%、1.9% 1.75%和2.5%左右 而去年新增的抗产同29万吨 增量贡献大概佔了全球当年 增量的四成 去年底资产负债比率是5.9%左右 指金今早早低见过12.4毫 半日略为缩窄跌幅 去到微跌0.3% 半日收报12.7毫 这下资产差不多了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